凉几年 我死也不会嫁给你 靠 臭反派 坏死了 就这么把女主给挟死了 大反派凉几年的秘密呢 渣男梁思青的报应呢 我这是在哪 语音 你可以出院了 语音 我这是穿书了 语音 你的结局 结局到 什么结局 过来 你们干嘛 这很不安剧情走 梁姐您赶活买我了 救命啊 你怎么才来 人家可想你了 放手 你都不想我的吗 还带我也是你未婚妻 和你孩子的半个妈呢 你都知道什么 说重点 重点是 我决定嫁给你 我决定嫁给你 重点是 我决定嫁给你 把她 结婚以后 我一定会对你和你孩子好的 云石不是真疯了 怎么 是需要保镖都让开吗 不然就在我身上捅一刀 这样我们就扯平了 我就可以嫁给你了 真的要嫁给我 嫁 当然嫁 非嫁不可 回家 带走 语音 你怎么来了 我成为正式的梁太太 快叫嫂子 你真以为梁景年会看上你这个破鞋 放手 快 你是个什么东西 跑到我家里来撒一棍 对了 你的文件 我走了 你当初可是为了他捅我一刀 以前我那是猪又猛了心 所以现在 你该去上班了 下次 可以再放开一点 能毁掉他的秘密是什么 可别让我找的 给你的房间 在二楼 那我现在是你的未婚妻啊 你要干什么 不洗干净 别伤我的臭 不要乱动 你要干什么 那一刀 就是鱼音筒了 把合同签了 助理 十年 违约近一个亿 你这麦生气啊 我不签 树林里的那个坑 埋了 好好好 我签行了吧 算了 小妙子 不是助理吗 为什么是前台 充分叛 鱼音 你怎么在这 我是夏青阳 你不认识我了 夏青阳 愿助理的深情暖男 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我有话跟你说 你救救我 梁景年又杀我 小音 梁景年不好对付她 但我会帮你她 梁太太 我朋友来了 我招待一下 说就回去 夏总是来我们公司挖墙角的吗 鱼音 我要带走 她的解约费 一个亿 我给 不用了不用了 我没有打算敲牌 我们下次再约 青梅竹马来找你 急着私奔了 没有啊 我整个人都是你的 我信你看看 好呀 贱人又是你 千金 住手 你先出去吧 她是林千千 圣主来了 你怎么也过来了 一会儿还有拍摄 听说她住在你家里面了 她呀 她只是一直被关在笼子里的 你们总裁的行政助理 有抹布办公吗 梁总吩咐过了 您行政助理的工作 就是专职打扫梁总的办公室 您在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穿着好些功夫 千万不要把脏东西 带回家 对了 说不定 秘密就在办公室 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呀 密码肯定抄在哪 这就是密码呀 反派的智商可真是着急 怎么会不对呢 你把周总的银行账户输在 你在干什么 我在打扫啊 键盘 上面有很多灰 脏 是吗 梁总 这里是办公室 不要这样 想什么呢 继续 梁总 您看哪里还需要搞卫生吗 没有的话 我先走了 妈妈 这是死粉派人样的小丸子吧 小丸子回来了 我不带露鸡手 这是我亲自为你们准备的 这道呢 叫做甜言蜜语 这道叫做如胶似漆 这道叫做浓情蜜译 还有一道压轴的菜 你看这根山药 它像不像一根梁子 所以 这道菜的名字叫 结梁子 错 这个叫做 语音绕梁 什么是语音绕梁呢 语音绕梁呢 它就是 这个 就叫做语音绕梁 小丸子 要不 咱们还是出去吃吧 好呀 好呀 来 臭反派 不留我的情 懂得忘 走 芊芊 好久不见啊 你以为我是余音吗 余音跟梁景年天天在一起 你就不 你就不趴着酒生行吗 你的意思是 还想吃回头草 嗯 说吧 有什么话就直说 睡吧 小丸子 他刚睡着 小丸子一向睡得很迟 只在几天就行 你在这儿我就开始叫了 雨 音 绕 零 在我心中 写满你的谜 梁景年 我警告你 你正在法律的边缘来回试探 我劝你学安乐吗 回头试 你不是着急做孩子的妈妈吗 我这就成全 把你知道我的秘密告诉我 我就放你自由 我怎么知道什么鬼秘密啊 做着有没有写出来 你要是敢动我 明天我就把那个秘密告诉我 你真知道的话 就不会在我的办公室做小偷了 这一道 我迟早管给你 果然 你还是那个反派 给我倒杯黑咖啡来 我的咖啡都在 给您 这不是我要的咖啡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你戴着口罩说话 雨音 你不要太过分 梁总请慢用 天天 你怎么来了 你戴那么大口罩干嘛 我这两天 有点头晕 怕传染给你 我不怕病传啊 雨音 天天 是我自己刻的 是吗 我怎么不相信呢 一点小伤而是 浅浅 不暗示 我得有所行动了 小音 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带你走 浅哥哥 我想和深烟拿铁 真是巧啊 不如一起吧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梁总 林小姐 明天我就把那个秘密告诉你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老板 吃饭得多了 喂 什么 青阳 梁景年出车祸了 实事天助我也 那我先过去了 过去吧 瞧我的吧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怎么会出车祸了呢 不过你不用担心 就算你残疾了 我也会按照婚约嫁给你的 你哭丧呢 没想到于小姐对我如此神奇啊 是啊 那你要娶我吗 虽然于小姐你长相一般 风品很差 家境也普遍 但看在于小姐对我深情一片的份上 我就勉强答应对我的求婚 这一点颜色就灿了 出去 出去 这是我的房间 那我走 我叫了 别碰我 夫人变得真是快啊 忘记了白天当众求婚的事了 你就这样说什么啊 小文子很喜欢你 我只是希望 他这么回来的时候你在 该不会是他自己想留我吧 不行 我要尽快找到秘密 这样才能来保住小命 干嘛 排练 这叫拥抱 请问算不算 哥哥 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房间了 那正好啊 于小姐 你搬出去吧 不许多 炸了 曾谦 你怎么来了 来照顾你啊 你一个女孩子 住在一个男人家里不方便吧 那不是还有一个吗 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房间了 那正好啊 于小姐 你搬出去吧 你说呢 锦哥哥 雨音 你先搬去跟小丸子一起住 把窝室让给千千 我是客厅 来得正好 你们才是绝配 我知道你今天没有工作安排 我们接小丸子圈都乐园玩好不好 姐 都这么大了 这样不好 不 哇 这个早餐好丰盛啊 雨音 你也一起去吧 可以啊 正好我也要去买新衣服 我们一起去吧 那我去换衣服 谢谢老板 坐下 屏膠还不够 还是练作屁吗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是个定位器吗 不许摘下来 不许逃跑 会爆炸 都准备好了 我现在就把人带出去 这次一定要带走的 跟我弄 新娘 我走不了 正好一家三个 我插在里面算数 两几年就是要折磨我 只有对着林千千的时候才能笑一笑 喂 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我去买衣服了 拜拜 走 小丸子 小音 我带你离开这里 等一下 你放手 小音 梁几年不会放过你的 你先跟我走 之后的事我会安排 跟我走 我走不了 小音 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 你跟梁姐姐定下婚约的时候 我和我在国外 我一直不敢打听你们的消息 青阳 我确实不能走 你先陪我逛街 买衣服吧 爸爸 那不是妈妈吗 她怎么和一个男人在一起 你陪着小丸子 我去看看 说要来买衣服的 原来是来约会 难不成跟你们做电灯泡吗 再说 我们只是偶遇 过来 跟我走吧 梁几年 你一边爱着林千千 一边又抓着云英不放 你不要太过分了 难道不知道我和云英要结婚了吗 你们有的只是婚约 可你曾经过云英爱你 我少说点 她如果不是 这辈子都饶不了 梁几年 我的好哥 你也有今天 你不是说解决了吗 什么事 我要云英永远消失 好 你把人带到我这 我保证她不会再出现 好 就明天 我等不了了 你打算 怎么报答我 你帮我这个忙 我自然会送上你想要的 死反派不离人 梁大总裁 您宽宽宏大量的吧 你知道他们都叫过什么吗 什么 贺地 可以看一看心法在这里 梁凯年 你名花有主了 不然的话 回家贵村一板吧 每个有你的时光 果然和五年前不一样 梁凯年怎么还不来 上车谈谈吧 梁凯年 梁凯年 放开我 把他给带走 刚才明明可能在这里 跑哪去了 雨音呢 不知道啊 可能跟男人私奔了吧 林浅浅 你闹够了没有 你凶我 你为了他 你凶我 他如果出事 这辈子都饶不了你 好啊 那你帮我也帮你顺便吧 梁凯年 我的好哥哥 你有今天 带走 你为什么不跑啊 我爱你 干了 冷静 梁凯年 马上就到了 什么 换我出事了 快去看看 他妈的 动作快点行吗 一会儿 他妈醒了 什么居然还没听上 我带梁凯年 挖刺几天 我不能见死不救吧 余小姐 余小姐 你怎么来了 歪了 梁凯年先留着 你为什么不跑啊 我爱你 你怎么 我爱你 梁凯 乖了 我们来迟了 你们来的高好是时候 梁凯 还废什么话 把夫人拉上去 是 雷总 二少爷怎么出现 让他自生自灭吧 走 我想和你一起睡 你干什么 你别动了呀 还是我来吧 好了 你这里痛不痛呀 就一个伤口你都要报复 现在这么多的伤口 你有一辈子可以慢慢吵过 我这 可以肉肠 你 对不起 都怪我 爸 怎么了 其实两千年不是 什么 把这个拿去做DNA检测 谁那么打的我 哪里头 羊 你要干什么 你想什么 我就想什么 你该去上班了 拜拜 在你这里 你过来 梁经理 谁 是 梁总 你有什么吩咐 假的 雕呼的损散 来 又编什么坏 把这个 拿去做DNA检测 好的梁总 坏人干的 肯定都是坏事 不是让你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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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心被冻邪了 好歹我们兄弟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不是我 你没看到我 你去哪了 我 广街 徐帅 打逗逗 不老实事吧 那我怎么收拾你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把你关起来 梁姐姐 你是不是变态啊 喜欢我就要把我关起来 我要好好考虑考虑 我们的关系了 你知道我现在的处境 很浪泛 我不放心 放心 你不知道姐姐有多厉害 我今天把梁思青 那个大混蛋 暴打了一顿 踢了很多脚 还打了她的头 超级爽的 是不是很厉害 我在跟你说话呢 我的伤口 你不明其妙 我在跟你说 我们结婚吧 那求婚呢 当初是你死活 要嫁给我的 好 那好吧 如果你有诚意的话 那应该好好准备准备 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成本 别那么用力 我有点不行了 我用力怎么都不可见了 资金被冻结了 梁景年 你太过分了 什么风把梁经理吹来了 为什么我的项目资金全停了 指出不进的项目 咱们公司已经有每年的慈善预算了 好歹我们兄弟一场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你跟我提兄弟 那弟弟给哥哥设计车祸 可真是煞费苦心了 你是怎么知道的 一定是有人陷害我 你可一定不能相信啊 我的好弟弟 你赶紧回去看看你的账目吧 公司一个星期之后开始查账 到时候可就没什么兄弟情分可言 好你个梁景年 你准备的怎么样 跪下把合同签了 我保证你马上就能见到 我让你准备的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早就准备好了 好 给我做的漂亮一点 又来 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夏青阳 怎么是他 好一股英雄就美 可惜是这狗熊 梁景年 是不是骗你 这是个定位器 你看 面对着你 我的心跳得多么快 梁景年 到现在你还叫他的名字 我花了这么多精力 甚至找梁思青 那个伤害过你的人合作 你还不懂我的心吗 夏青阳 悬崖了马 回头是案 凭什么梁景年 就是天知交子 而我不能 梁总 我把你的桌子弄脏了 你不会怪我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跪下把合同签了 我保证你马上就能见到余役 跪下把合同签了 我保证你马上就能见到余役 现在还有必要签吗 你 凭什么梁景年 就是天知交 而我不能 你说呀 别打了 快帮我解开 梁景年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自从你上次被绑之后 我又在你的衣服 包包 还有手机上都装了定位器 你摸摸衣领 你神经病啊 你走吧 我也结束了 放过他吧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心疼了 心疼到没有 醋儿肯定是闻到了 上次就不该放你了 这次我不会了 去 你 我看谁敢动 滚 父亲 给你弟弟道歉 然后 你就可以走了 你要我给他道歉 兄弟之间小打小闹 都是家务事 你在公司让他 我的就是你 绑架也可以叫做小打小 让我记住 你这混账 滚 爸 你消消气 我来劝劝哥 哥 余音还在等着呢 不如 先回去吧 还不快滚 林景年 走 哥慢走 说我 这是个命 行使我董事长的否决权 父亲 为什么公司照上会有比50亿的资金我不能调用 那是上次董事会定下的 除了公司总裁 谁也不能调用 我是公司董事长 为什么我不知道 当时你忙着处理美国的事情 没有参加 哼 我要行使我董事长的否决权 董事会信任我梁景年 在董事长不在的情况下 依然能通过大笔资金的提案 原因你应该清楚 全票通过 即使是董事长 也是能办 那是你爸 为什么放着这么能干的儿子不宠着 去偏袒梁思青那个话 按照书生来讲 我应该叫林景年 其实我和梁家并没有血缘关系 反而芊芊是我的亲妹妹 你是这个世上第四个 是得到这件事的人 所以这是个秘密 这应该是我身上最大的秘密了 原来秘密就在这里啊 我妈嫁给梁秀之前就已经怀孕了 可是梁秀为了获得林家的知识 装作不知道 她在建立粮食之后就抛弃了我妈 芊芊就是我妈在婚后的孩子 所以你就看着我跟林芊芊 争锋制作 梁总你的怪癖可不少啊 我那个时候不敢相信你 后来芊芊走了 我也就觉得没必要了 原配变小三又变成亲妹妹 林芊芊的成分可真是复杂 我没那么容易原谅你 那你要我付仓还是导火 哦 倩倩 听说你很喜欢我们家景年 是啊 伯父 我有意让景年和你订婚 你一下如何呀 可是 他们不是有婚约了吗 嗯 我倒是想了个办法 能让景年这小子就范 不非有什么办法 就是 这边请 景年 姑爷 让人找车过来 把钱钱带走 不要他给姑爷 我要你照顾我 楼上有随三附赠的房间 梁先生您看 不需要 梁总 芊芊 她有见过梁兄吗 不非有什么办法 你找一些美女朋友 拍一些你们亲密的照片 我再顺势解除婚言 就这么办 我一定要和他在一起 没有呢 他们需要的照片 心拍好了 芊芊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爱你啊 我让你找到车 还有多久到 还有再等一会儿 杨芊芊 你别想甩开我 要是今天走出这个门 明天会后悔的 姑爷 叫车过来 不要带她回去 好的 梁先生 你跟林芊芊在一起多久了 什么时候举办婚礼 梁先生 走开 喂 芊芊 王辉会把芊芊送回去了 你照顾她一下 你能是把芊芊 我死定不吓你 芊芊 她有见过梁兄吗 放她过来 你们都出去 你到底想怎么样 著名影星 与知名企业家相恋 却是乱伦的亲兄妹 你觉得你能上多久的头条 你敢伤害芊芊 我一定会杀了你 我这么做 为了什么 你应该很清楚 你在美国公司亏得见 非要拿粮食来填补吗 我要你亲手把那五十亿拨给我 不可能 那你就等着林芊芊发疯 等着整个林氏唾骂你 林小姐 我们是有些交情 但我没想到你会这么利用 我没有 你是为了那个女人吧 你是说余音 你以为我真的会喜欢上她 我只有让她爱上我 才能真正的伤害她 所有人都知道我不见女色 并且 有仇 必报 我只有让她爱上我 才能真正的伤害她 余音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我就是为了让她相信我 才这么说的 说谎的样子很可笑 我今天心情好 我不杀 你们两个给我从这里滚出去 如果我要回来你们还在的话 我就杀了你们 快走快走 余音 那怎么样 你说什么 你不会真的相信梁景年是这种人吧 你说她故意放我们走 废话 这一次她肯定是惹上大麻烦了 不会的 你看她看我们的眼神 她会杀了你的 她要杀我 用得着先发一通火 在我醒来之前就已经死掉了 你见过强迫症活埋人的坑吗 挖的那叫一个方正 总之梁景年这次一定贪上大麻烦了 一点把握都没有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成立 云音绕梁拯救小组 为什么 因为我是组长 好 我是不会签字的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签呢 我准备召开一个董事会 我会在董事会上直接把公司并给你 有意思 你还想保住粮食是吗 粮食迟早会倒 有什么意义呢 你可以不同意 我马上将这五十亿转 逃到国外去 你敢 签了字我也是身败名列 不签字你也一样会鬼了我 我还白准了五十亿 你猜我敢不敢 你 我会一直盯着你 别说花样 依依我们不担心他们 不管帮不帮得上你 我都要试一试 别动 你再动我就开枪了 请问 没人说话你别说话 余小姐 你干嘛打他 不是你说他一动就要打晕他吗 那现在怎么办 扶他回车上去 别乱动 余小姐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你怎么知道是我 他解开了 他解开了 住手 林小姐你也在啊 下次绑人的时候 记得别绑蝴蝶结 等一下 怎么 你还想再打我一个吗 你一点都不担心他们 我不相信你愿意看他一个人高 不管帮不帮得上吗 我都要试一试 你走吧 我找别人 梁绪要两几年 交出公司的五十亿流动资金 还他欠在美国的债 那他同意了吗 没有 梁总不希望破产 让所有公司有关的人卷进去 他决定一个人扛 我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你们他妈谁啊 把老子放开 你们他妈谁啊 把老子放开 知道我是谁吗 梁绣答应了你什么 怎么让你把我放开 知道我是谁不知道 回答错误 你要干什么 你说 被老虎吃掉一半的尸体 会有人认得住吗 我说 我说 爸已经答应把公司给我了 只要把梁绪年赶走 我就是公司的总裁 你们他妈耍我 别乱叫 不然我就把这张照片发出去 用千千的去的 我在救你 梁绣在骗你 你只会受到一家破产的公司 不可能 你们在骗我 这不没有摆着吗 你不妨去查查 你签的那几个项目 我解开 敢耍我 都给我等着 这样行吧 董事会还有多久 本来是一周之后 是梁绣应托到一个月之后 说希望 所有人都能够到齐 行 那就一起热闹点 我宣布 梁绪 自动免除 董事长的意识 谢谢大家 谢谢董事会的各位同僚和媒体朋友 我确实有一条消消带给大家 但是 今晚的主角 不是我 有请梁景年总裁上台 谢谢大家 我宣布 梁氏集团董事会主席梁修 自动免除董事长意识 董事长意识 将在接下来的董事会中 另行决议 梁绣 你在说什么 你凭什么这么说 梁修在回国前后 通过建立空投公司 趋构项目的方式 来套取公司的资金 此行为已经触犯法律 所以 董事长一直自动拟出 你血口喷人 找媒体来污蔑我 我有证据 这些你骗梁思青签下的投资 全都是骗人的项目 好 好 你们没乱乱的是我尽量隐瞒 你现在不然 别怪我不义 梁景年 其实根本就不是我亲生儿子 是前妻跟我结婚前 就怀了别人的野种 他跟林千千 本来就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 难道他真的是我哥 这份DNA文件 这份DNA文件 就是有利的证据 文件拿到手 从来没有拆开 你 给我念 遗传基因高达99% 是直系新数 不可能 只要你想见我 我不能出现 父亲 虽然我很尊敬你 但是我不能容许你毁掉梁氏 走 现在就走 我们是国际刑警组 你夸过诈骗 此堂公款 你 被捕了 放心 我保证 不让景年去救你的 拜拜 搞什么事情弄成这样 明天普遍要跌多少 你们家的事闹成这样 我死还看得了吗 各位各位 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夏氏集团已经决定 全面与梁氏集团合作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一下 夏氏集团代表夏静年先生 祖宁儿 惊喜吧 万里别害 我不怪你 喜欢一个人 这么做肯定是不对的 你走吧 我已经输了 下次见面还会绑架我吗 下次 我有个阳光温暖的好朋友 当然想再见到他 只要你想见我 我都会出现 他怎么来了 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 送给你 不要吧 下次我一定不给你 这是你欠我的 我要你现在就还给我 快看 快看那里 梁凤要求婚了 余小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便宜你了 林芊芊你干嘛 妹妹不能跟哥哥在一起 但没说不能跟嫂子争宠啊 能不能不结婚啊 为什么不结婚 你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梁思青坐饶了 两几年的秘密 就已经不重要了 男主女主 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大圆满结局啊 到结局了 可我是 我是穿越过来改结局的 改完了会怎么样 杀青了 不行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我还没幸福过呢 这才刚都完反派 不行 绝对不行 今天要登场了 人呢 余音 跑哪儿去了 找到了吗 找到了 余音 你在里面吗 我不在 那你愿意出来吗 能不能不结婚啊 为什么不结婚啊 你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只要我跟你结婚 我就会消失 我有一个 当我们在一起幸福了 我就会消失 当你找不到的地方 我愿意一直找 一直就找 但是我们 不能有一个结婚 在我看来 我们已经经历了 好几次结局了 第一次 病爆的时候 我就觉得 停在这里好了 我们两个人 落进那个坑里的时候 我觉得停在这一刻就好了 早在病状身 让你走 你留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停在这一刻就好了 如果幸福会消失的话 我早就消失了 余音 你不懂 我真的不能 如果连幸福都不可以的话 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让我的装滑 你建议 我不建议 你呢 梁景年先生 你 跳过 是 云 云小姐 直接到最后吧 我宣布 梁景年先生 和云小姐 正式结尾 夫妇 做了 我们自己来吧 我爱你 这雨 秋月的风景 滩雪 满天 飘映 做你的家意 多美丽 送你 梁景年 小姐 您的咖啡 你怎么才来啊 我好想你啊 梁景年 小姐 你认错人了吧 放手 那些回忆 很清晰 谁都不放开 我叫 我叫余音 我是 我是